Ramu channel 開始 哈囉 大家午安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文化大學 當一個交換學生 比較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跟大家講一下 嗯 第一个 第一个是 风很大 超级大 嗯 那个 真的是很大 风真的是太大了 可能是杉杉的原因吧 然后 嗯 每次啊 每次那个台风的隔天 那个坏掉的雨伞 很多 一把 一大堆的 坏掉的 场纳 在那里 对 这个是第一个 风真的是很大 对 然后 第二个是 嗯 流浪狗还是 有人在养的狗狗 也是很多 狗狗很多 呵呵 然后 我跟同学啊 住 大雅广 那个学校里面的 室舍 从室舍到外面的 那个吃饭的地方 嗯 走过去的时候 哦 就有很多流浪狗 然后 然后 那个 有一只是很帅 有一只很帅的狗 我们就叫它是 一只剑 不是一只门 对 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是 很冷 真的很冷 太冷 受不了 因为 因为 另一个影片里面 我有跟 讲过一次 嗯 我来念书嘛 然后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 选台湾 我以为是 台湾是很温暖的地方 就热带的国家 所以是 嗯 到了 一到了 冬天的时候 觉得真的很冷 然后 然后我跟妈妈讲 台语 真的 好冷 没有暖气 环境里面没有暖气 然后 我跟她要 嗯 就那个 棉被 就从 日本带过来 就请她帮忙带过来 一个棉被 因为真的是很冷 嗯 可能文化大学的 因为是 想想嘛 所以 嗯 冬天的时候 跟 应该是 跟日本 冬京那边 气温就 差不多了 却没有暖气 所以真的是 很冷 对 然后 就这个是 第三个嘛 就真的是 太冷 然后 嗯 第四个 第四个是 可能不只是文化大学 是台湾的 台湾人的文化 对 嗯 就 那个朋友 住场 如果是我跟 另一个女生 朋友 就 很多朋友 住场 女主会 的时候 他们还会带来 自己的男朋友 来参加 或者 以前 交往嘛 然后 就男朋友 会 希望我去 他们的 住场 对 所以 就男朋友 嗯 就有一些男生的一群 然后我去 然后 就看到他们 其他 那个 男 男朋友的 嗯 女朋友 哎 男朋友的 朋友的女朋友 对 啊 偶尔 久久一次 吃饭嘛 但是 就有时候看到不同人 就 就可能是分手吧 对 日本 通常不太会 嗯 带来 自己的 嗯 男女朋友 嗯 这个是 我觉得 就不一样的 地方 对 手说 换手 手说 手说勒 手说 手说 脞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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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